你看這個這次的這個大對決 雙方幾乎已經是總統大選選戰將的一個陣仗 尤其在民進黨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也有這個 殊不得的壓力 有媒體形容說 這是民進黨的一次這個政權保衛戰 那民進黨黨內人士自己也認為 這這一次因為補院黨高層 提任到年底公投如果輸的話 將會對整體政局有重大的衝擊 甚至有人認為搞不好 這個效應會延伸到二零二二 所以這場仗的民進黨是全面的 這個迎戰已經是不得不然嗎 那另外就是談到現在的這個 在罷免過後的另外一個戰場 當然就是補選 補選現在民進黨很可能會派出前立委 這個林靜宜醫師 那林靜宜醫師今天最新消息 是他也已經簽戶口了 那國民黨這個部分就很吊詭了 出錢出力的這個嚴家 現在居然說成功不一定要在嚴家 那所以嚴家有可能不派人出來嗎 成功不一定在嚴家 但成功也可能在嚴家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現階段還是在想的過程 因為那個票數開得蠻逼近的 第一點第二個就是嚴家未來選舉 他會被重罷免案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嚴家會是一個被炒作的極大空間化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他們還在衡量要不要出來 你說一定不會出來 這個這個言之過早 還很難說 對 第二個 顏利民選立委 顏寬恆選議員 這件事情大家也都不用考慮了 顏利民如果出來選立委 如果選上了副議長要改選 副議長要補選 第二個 顏寬恆選議員選議長 你當紅派是什麼啊 現在張清照是紅派的議長 你要補選 紅派的票不要了嗎 在這個時候就撕裂嗎 就說 紅派我要跟你搶議長了 然後顏利民 我女兒選立委 然後我要跟你搶議長 那你紅派的票要不要 你要不要補選啊 你要不要補選啊 你要不要補選 而且再說一句實在話 市議會 市議會裡面是 紅派的力量大於黑派 還是黑派大於紅派 是紅派大於黑派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不知道 是從哪裡傳出來的啦 因為顏家 顏利民在 我聽到顏利民是在罷免 通過那一天傳出這個消息 他就他就私底下說不可能了啦 因為我 我們也認為不可能啦 因為這個這個問題 簽譯法動全身 這是國民黨台中大亂啊 那個那個 基本上 我認為這個 所以這個狀態不太可能 這個狀態實在是不太可能啦 所以我覺得看來看去 我怎麼看 我個人啦 主觀 我怎麼看都是顏寬恆 因為我看不到其他人了啦 我真的看不到其他人了啦 幹嘛有爆琵琶在遮面 我真的看不到其他人了啦 如果你叫我賭的話 我還是賭眼眶狠了 因為各種可能性 我都認為 有可能的人選 好像都有很大的理由 可以排除掉了嘛 OK 當然回來談到公投 我覺得公投現在很清楚一件事情嘛 你看昨天蔡英文的說法嘛 談到萊豬案件的時候 他說是國民黨主黨走向國際嘛 談到公投的時候 他說二零一八年的選物混亂嘛 國民黨顧忌從事嘛 談到藻礁的時候 他是說國民黨不關心環保啊 不在乎減煤嘛 阻擋能源轉型嘛 製造電力缺口嘛 談到核四的時候 又說核廢料沒有縣市願意嘛 然後當年的安全疑慮 並沒有 並沒有得到解決嘛 那你看得出來 他四個都指國民黨嘛 他就是要跟國民黨打仗了嘛 但是這種這種說法 能不能喚起大家的認同 當然因為這一場仗是在 關系到民進黨的未來發展嘛 當然他說 你說他是不是政權保衛戰 你從國民黨裡面的說法 四大公投叫做倒閣案 我們把四大公投定位為 蘇貞昌的倒閣案嘛 對 這一場仗裡面 如果拿到的結果 如果還不錯的話 那二零二二年他們打什麼 打蔡英文不信任案嘛 到了二零二四年就換總統嘛 所以你從國民黨的世衛 一路走下去的話 他大概也不會拖 這個軌跡的訴求在走 但你整個裡面的問題 第一場 我們說第一場在桃園 我覺得桃園最有趣 因為桃園為什麼有趣 因為藻礁在桃園 藻礁在桃園 藻礁的執政市長叫鄭文燦 藻礁的環差通過時候是 二零一八年十月八號的 賴清德 兩個人都跟他有關 那這是二零二四年 大家都公認民進黨二零二四年 最有潛力的兩個人嘛 那朱立倫 桃園是桃園縣縣長 又是國民黨主席 所以藻礁在這一個案子 匯集了三個 二零二四年都想的 三個人不是都想二零二四年嗎 那是 剛好藻礁的案子全部匯集在桃園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你從政治性看二零二二年 選舉 我們在評斷選舉勝負 我們是有層次在分的 第一個叫做直轄市 第二個叫縣市 第三個叫議會嘛 那第一個層次叫做直轄市 新北台中民進黨拿的回來嗎 拿的下來嗎 看來不太可能 高雄台南國民黨拿的下來嗎 看來也不太可能 台北本來就不是民進黨 也不是國民黨 那兩個黨裡面在台北叫戰 誰拿到還有一個叫桃園 所以桃園變成重中之重 到最後二零二二年直轄市決戰 既然最關鍵的是在桃園 最關鍵是在桃園 最關鍵的才會在桃園 為什麼到最後 民進黨內傳出來的 我也不曉得是真是假 但之前都有聽說 是考慮的鋪牌之一 會不會是這樣不知道 陳時中有可能去桃園 那大家都講陳時中 剛開始討論就是雙北 那你在新北就叫少數為銀嘛 就是我要個比較強悍一點母雞 讓我議會不會倒嘛 但是要打得贏 侯友宜困難度太高了 我覺得陳時中如果去新北 叫少數為銀 如果到台北就出現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柯文哲跟陳時中兩個人 那打到昏天地案 然後如果柯文哲覺得 我不能殺卡路讓陳時中得利 我一定要把他打死的話 我如果轉向去支持蔣萬安 我不提人了 那陳時中有贏的機會嗎 那如果也贏不了 那桃園再失守 那民進黨蔡英文黨主席辭丁 所以桃園變成重中之重 桃園如果守住三比三 就算國民黨你拿了那個台北市 三比三 至少在辭家室是大成兵守啊 所以桃園變成重中之重 桃園絕對不能輸啊 那桃園剛好 又是這三個人的匯集點 朱立倫 賴清德 鄭文串 所以我在想賴清德去屏東 讓他不要去桃園是不是 有一點 因為大家會質疑 還便利通過你來幹嘛呢 會不會有這個質疑 有時候我也搞不清楚啦 因為他的焦點在這邊